T90M坦克炮管朝向畫面右方 没想到左方树林里飞来一颗 无菌的顾斯塔夫午后坐立炮 当场炸成火车就地报废 就是第一辆折损的T90M坦克 但可不是唯一一辆 乌克兰军队公布另外一段影像 这台无人机举用了成本 大约一万两千块台币的空头炸弹 就把另一台造价1.2亿的先进 主战坦克T90M炸到歪头 打从2月24号俄罗斯发动入侵至今 乌克兰方面宣布有两万五千名 俄军士兵身亡 但俄罗斯的数字还停在一千三百人左右 于是乌军首次公开替俄军收尸的画面 折承门一拉开 里面全是冷冻起来的遗体 工作人员还在他们身上找到这些士兵 深潜在乌克兰境内搜刮的惊事 遭到击逼的俄罗斯士兵 也许就此一了百了 但被逮捕的俄军将要面临战争最新审判 乌克兰调查局还大举出动 逮捕哈尔科夫亲俄女议员 因为她疑似向俄军泄露当地军民名单 战军开打至今已经过了两个半月 入侵者仍然没有放弃 保驾卫国的乌克兰也还在努力 三地新闻 终于号报道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クリーン 跡红果 牛肝 非常好 银肠